車主要朋友,大家好 我是Michael 我是86級康康藝時會長 我今天帶了兩輛86出來和大家見面 是一輛新的GR86 和上一代的GT86 我們今天首先介紹新的GR86 和上一代的比較 在引擎方面 上一代其實它採用2000cc的引擎 而GR86採用24cc 都是NA引擎的 大家在廠方未公佈之前 大家也有很大選擇 到新一代的GR86 會不會將Turbo引擎放進去 在最後公佈的時候 通田都採用了原本NA的計劃 就沒有放Turbo進去 其實這件事都很合情合理 因為Turbo引擎在Day1 設定86時 都是用廉價跑車的角度 給車迷提供美驅車經典的感覺 給大家 所以大家都知道 如果將Turbo 8L 價錢售價 亦會貴了 跟它原本低售價的方向 其實背道而馳 雖然它是NA車 但是它在廠方 在這次的調校方面 有很大的進步 在馬力方面 在GT86 其實它要到6000多轉 馬力才會給你一些動力 而新的GR86 它在3000多轉 其實已經提供了馬力給大家 這是一個很大的分別 而亦都是因為這樣 在3000多轉時 也有動力 它的馬力 比上一代 也有很大的改進 即使是NA車 如果有機會 可以同期試過這兩輛車之後 你就會感覺到 那種很大的分別 即使是NA車 其實亦都給予了一種Turbo 亦有一個I-B的感覺 這是引擎方面很大的進步 而在波箱方面 很多時 GT86很多車會的朋友都說 在1、2波上 都會有很Kick的感覺 而在GT86 在這方面 亦有很大的改進 在1、2波上 也有一種很流暢的感覺 這亦有很大的改進 主要在操控方面 它的新的懸惑系統 我給幾個朋友試過 大家都是有賺舞壇 包括我自己在內 大家都覺得 不需要有任何改動 因為本身這個懸惑系統 已經很棒了 而比起之前 上一代的GT86的懸惑系統 雖然是硬了很多 但它又不會給我 很抖那種感覺 當年GT86推出的時候 在外國很多評論 以及很多車評 都投訴隔音設備 做得很差 有很多雜音 而在GT86推出的時候 在這方面亦有很大的改善 我們說說內容方面 舊GT86和新GR86 最大的分別 其實內容上 不算有很大的分別 GT86在2012年開始重啟 它的方案 差不多現在 GR86 2021年 即是差不多九年十年的時間 它在科技上都有 多一點不同的分別 標版方面 標版方面 它多了很多電子的標版 即使上一代 GT86的標版 上一代的標版 其實都是一些紫針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 GT86是一般般的 這個我想是 GT86其中一個 對我來說 是叫扣分的地方 對我來說 GT86也是一些懷舊的 因為 它掛著 Toyota掛著86這個名字 始終都是一些懷舊的東西 多一些 那種RAW的感覺 在中國電子標版 就少了一些 有一個位置 我覺得Toyota 都要彈一下 我覺得 可能不夠細心 因為 你看到它的手式箱 手式箱方面 其實它 這裡有一個按鈕 很多時候 現在拿棍波 不是使用波 大部份時間 手肘都會在 它很容易 開到一鍵 經常都彈起 這個我覺得 在Toyota的工程師 它們在設計上 可以 尤其是現在 很多時候 應該為車主貼心多一點 這些位置 其實我覺得 應該可以注意一下 86的車本身 都提供了很多空間 給車迷 去提升自己的車 但在GL86 對於我來說 其實 我想這次 可能在外表上 在外表上 會進一步提升 其他我想 因為它引擎 內載的東西 其實已經很完美了 那方面就不需要任何調動 總括而言 因為當年 GT86的定價 是定價為 大概港幣40頭左右 而GR86 其實 都是賣40萬頭左右 10年前大家吃的早餐 跟現在10年後吃的早餐 價錢都不同 但是Toyota 給你多了那麼多東西 所以說這輛車 比以前更加值得玩 比以前更加值得玩